俗话说老婆要取胖胖的,豆腐要吃烫烫的 今天大厨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麻辣鸭血豆腐的做法 让你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暖心又暖胃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嫩豆腐 先从中间切一刀,再从两边各切一刀 这样切出来豆腐比较均匀 这一面比较薄,切两刀就可以了 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四方块 用这个办法切出来豆腐比较均匀 切好后放进碗中备用 下面准备一块两块五的鸭血 也把它切成四方块 切好和豆腐放在一起 下面准备点配料 这是提前切好了葱姜蒜末 再来点切好了蒜苗末 所有食材准备好之后下面开始烹饪 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 倒入切好的豆腐鸭血块 把这个食材焯下水去除里面的意味 焯水时候用勺子不停的往前推,不要往回拉 不然豆腐容易碎 焯好后倒出沥干水分 焯水的目的是去除豆腐和鸭血里面的腥味 然后把豆腐和鸭血浇上几勺 凉水去除上面的浮沫 锅洗净后加入少许食用油 想吃香一点的可以来点猪油 倒入准备好的葱姜蒜末小火爆出香味 看到这个葱姜蒜末炒得微发黄时候 加入一勺豆瓣酱 再加入两勺麻辣料 增加麻辣味 想吃更辣一点的可以来一勺辣椒面 再加入少许的花椒粉 继续开小火把所有的酱料炒出香味炒出红油 这样才能突出麻辣味 再加入一勺半清水 水的多少根据食材的量来掌握 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鸡精一勺 味精一勺 白糖半勺提前中和咸味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 这道菜一点盐也不用放 倒入超好水的鸭血豆腐 把这个鸭血豆腐充分的烧至入味 这时候开中火一边烧一边用勺子不停的推动 这个过程大概三分钟左右 切一勺子不要往回拉否则豆腐容易碎 看到汤汁变得浓稠时候勾入少许水淀粉 水淀粉不易勾的太多 否则影响口感 继续用勺子推动几下 出锅前再加入少许的花椒油 这小味得一下就上来了 继续推动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你要是学会这道菜全家夸你是大厨 大家看一下成品效果 豆腐基本上都没有碎 这道菜特别适合冬天使用 最后再撒上少许的蒜苗 一道麻辣酸香的鸭血豆腐就制作完成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